各位呈现的就是说双臂旋转 晚真做第三段 其他做第二段 第一段上前 预备 双臂旋转 这是顾名思义 下盘下肢 怀肢胯 怀关节 膝关节 腰胯关节 这个松里面 要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就是丹田 丹田就是重心 气层丹田 不只是带丹田 而是衍生到脚 让由脚到腿到膝到腰胯 产生一个完整性的 一种叫揉 劲道要走 那这三个人走的是 第一阶段 针对的是一个初学者来讲 那那边的同学 是温泽走的 那个是第三阶段 是高难度的阶段 这个动作一走的话 就走过几十下 哇 酸得不得了 酸得不得了 一般来家公园里 你常常看人家这样做 可是他们的动作是很快 很快 那个不好 那个要不得 那容易伤害膝盖 也就是医生讲的说 你不能乱你乱你 会伤到膝盖组织 那么我们这个慢慢慢慢的 在精神 地面 安静 稳定之下 身体放松 让膝盖内部的退化性的维血管 能够再重新打开 让养分再吩咐下 让异态的组织 能够重新增长 这个双并选择 就我从二十年前到现在 我还是做这个 不过是一个质量不一样 你现在做 跟你三年五年十年以后 做的质量不一样 像我们像过老师 他做的 都能够把太极先天气 都能够带得出来 现在我们再呈现给各位的 就是说 垂直升降 垂直升降 它也是在基础工法里面来讲 是下肢的训练 两间宽 一个中正一定要掌握住 一个重心 重心在哪里 单体 腰胯 骨盘 这个位置 垂直升降 还是 一般上来 下去 但屁股 都是向后 松 翘 上来了 就弯腰 驼背 不协调 我们这个动作 下盘 你一定要经过 一段时间的虚拟 它有这么完整的 垂直 屁股不翘 靠的是单体 靠的是努量 往下送 靠着由地面 反射上来的完整的揉动 上来以后 气体起来 把身体做一个适度的缩展 打开 这个里面 跟我们太极丹田里面讲的气 跟你的精神 同时进行活动 也是肢体上的活动 我们练功练功 一定要带你用心 不是带你做动作 太极讲的功 一般讲说 练拳不练功 到头一场空 这个功是内功 内功是什么 内劲 内劲是靠什么 靠气 靠精神的总和 然后我们这个高难度 我们现在找第二个动作 无线升降 无线 无线升降 它训练的 部位是身体的脊椎 脊椎 人的内脏 五脏六腑 完全附着于 脊椎的神经系统上 让你脊椎能动 不管你 由下而上 由左而右的旋转 或者是 都能够牵制到脏骨 能够带动 内脏的按摩 我们 平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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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臀腰尾 向后腿 就是去那体 把腿 有点整合 再放松下去 疏导下去 由地盘 由腰体 一直到 椎键盘 拿椎 到颈椎 甚至把身体 延伸开来 这身体做极大的活动 还有左右的循转 左边一条线 右边一条边的延伸 然后在正面 再走第二趟 浮现 身体 眼中打开 肩腰胯 落下 我们的脚 我们的脚 跟地面 是相通的 相应的 所以脚 一定要稳 腰 肝蝶 一定要 刻意地去注意到 由帷履 往前送 把肝蝶 把腰腿 一直推伸上来 这里面 有气的推伸 让身体舒展上 不再是说空荡荡的 走动作 走关节 那个方向 不完整 我们正在走第三个动作 我都不晓得该做什么了 来 旋转身降 旋转 这要几下的动作 很协调 很完整 它自然的 先天的东西 就会带出来 一般人说 你们怎么会这样动 这样动 就是它不由自主 不是说 我带学生 学生就跟着我模式 这样动 那个一步对头 那是自然的现象 气的现象 一般人讲的 自发工 自发工 我们这也是 属于自发工的一种 最气空的一种 那你身体 协调性 观念性 都不具备的话 身体的韧性 协调不够的话 它也不会出来 不会出来 回到正面 我们再介绍一个 是悬腰转积 腰 腰跟脊椎 一般是平面转 我们是立体转 预备 小鸭 来 悬腰转积 腰肌 联合转积 你想想看 我们体面的 所有的各系统 各腹杖 都达到按摩 一般的运动 都是四肢活动 很难达到 内脏的一种活动 更何况 你的精神上的训练 你的能量上的带动 这腰盘 下盘 稳定 够稳定 身体要松 要松 不松的话 就卡住了 它延伸 还有比较延伸的作用